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啊 今天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顺路嘛 你也不用那么紧张 他可能也没有恶意 可能真的是想帮忙而已 这个世界啊 还是好人多的 出来玩 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遇到一些 你之前没有遇到过的人和事 我会想帮忙 你不行 我会想帮忙 你不要想帮忙 我又可以帮忙 你也没有看到 你不是这些人 你这个故事啊 是路上线编的吧 这怎么能是我编的呢 千真万句 到现在这女的还没找着呢 下面我们继续看一则路况信息 最近报道 由龙江通往昭化的金潭公路 在金台山过山隧道 1.5公里处发生严重车祸 导致交通堵塞 司机朋友们可以考虑绕道行驶 前方有车祸 怎么办 还有路吗 路倒是有一条 不过是山间小路 路况不太好 你们要是没意见 前面路口我就绕过去 这是他什么破路啊 早知道还不如堵着呢 开过去车都废了 你除了在外面喝酒钓鱼 关心过家里的事吗 我给你帮你帮我 好 先坐好 到这儿给钱 孩子不用你管 一个人我也能改大 现在不用你管 作为一名职业保险业委员 我必须提醒您一下 您超速了 这样很不安全 师傅 这隧道以前走过吗 听说过 没走过 以前走中南山隧道 时速八十的情况下 一刻钟也就开出去了 那已经是国内最长的隧道了 可现在咱们都开了二十几分钟了 难道是隧道扩建了 而且你发现没有 自打咱们进来 连一辆车都没看见 就算是扩建 也走到头是一条没修好的路 还不如现在掉头保险吧 对对对 现在就掉头 保险最重要 妈的 真倒霉 未经许理 都快三十分多了 什么情况 停车 这什么情况 你认不认识路啊你 大哥 这路你没走过你早说呀 真是还不如堵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初我说改道的事 你们可都同意了啊 谁还不愿意做 现在就下去 我们也都是花钱买了车票的 那没到中年我们肯定不下车 你还给我提钱是吧 多走多走你不清楚啊 有钱没给算的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怎样 大家先别吵 任何事都会有科学解释 这不是我之前扔的手机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什么时候扔的 就在咱们刚刚进隧道不久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 从后面看还能看到入口呢 二百四十六米 这手机是在进入隧道口二百四十六米的时候掉的 你怎么那么确定啊 刚进来的时候 上面的灯 间距是三米 走过五十个灯以后 改为四米 丢手机时 我们刚好经过第七十四盏灯 算下来 就是二百四十六米 从刚进隧道时 山体情况判断 隧道长度不会超过三公里 现在啊 已经跑了三十多公里了 重些了 先别慌 有时候视觉会骗人 我们需要做一次彻底的排查 最好贴着墙走一遍 牵着绳子 没准能发现问题 可是 哪里有那么长的绳子啊 我有毛衣 只要拉着毛线 我们会处于一个连贯的空间 肯定能发现问题 那我们试一下 我叫韩申 怎么称呼 我叫陈嘉 你好像一点都不害怕 我想咱们这么多人 总有办法找到出口吧 况且有像你这样理性的人在 这地方这么暗 得正在眼睛好好找啊 虽然是个笨办法 打野馆用 这次可一定要出去啊 向远完了吗 向远完了吗 我怎么能够在过 什么情况啊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这俩大哥不会出意外了吧 怎么误越来越大了 我们不会永远都出不去了吧 你少说两句 看把人家吓的 出去以后 早要把多数的油钱补给我啊 走 什么东西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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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 什么情况啊这人 难道这是个环形的隧道 不对啊 如果是环形隧道的话 那我开车的时候应该能感觉到啊 今天我们会把他搭除了 这可遂道 出库事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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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隧道 朴薰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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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静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有什么观察上的盲点 盲点 大哥 这隧道要是正常 那连瞎子都能走出去 先别乱想 这样 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列举出来 逐一推翻 剩下的那一个 很可能就是我们出不去的原因 在三国时期啊 诸葛亮的八镇图就是 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 人家那是布的镇 这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的 这是个纸筒子 没错 不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感觉到拐弯 会不会是隧道里有药 然后就产生幻觉 就像是 颗药 空间移动 像电影里面那样 这些空间 在我们走之后可以移动 空间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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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因为强大的引力 使空间发生扭曲的现象 臭蛋 要是这样的话 还研究汽车飞机干什么 你想去哪儿 直接折叠就好了 咱们从近来到现在也好几个小时了 目前情况还不明了 我建议咱们把食物统一集中 要交咱们都交 来 别急 大哥 你车上还想方便免和水呢 也拿出来吧 来来来 我挂一下 这他妈的是我的东西 跟你们没关系 谁敢动 干吗 别动 就当是买一下 你也不亏 大家同舟共计 互相认识一下 我是个隧道工程师 我叫韩申 大家好 我叫马文 职业保险业务员 行了 行了 都知道了 我就不用介绍了 大家都叫我老钱 大家好 我是吴虞 唐新宇 陈佳 我叫小夕 这是我哥哥周周 就是我哥哥 像这种垃圾食品 怎么吃啊 现在这种情况 也别太讲究了 一看你就没挨过饿 我跟你说 这人要是饿了 没有吃不下去的东西 你要是真不想吃 给我也行 拿走 之前的实验肯定遗漏了些什么 我觉得咱们再去看看 欣宇 晓鑫 周周 快醒醒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刚才外面好像有人 我们刚刚一开始 全都在车上等你们 后来太累就都睡着了 谁知道 醒来怎么会变成这样 什么情况 怎么刚说安德范 现在又这么饿了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吗 觉得隧道的时间跟外边不一样 自从我们进来之后 我就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 你们到底睡了多久 我们到底走了多久 什么情况 行不行啊 是这儿的地图 地图 老天 我之前车上没这个东西 你的意思 是别人把这地图放进车上呢 这隧道里除了我们还有别人呗 那可说不好 谁知道外面的黑暗里面什么东西啊 那根段子你没忘吧 看起来很普通的一条隧道 山体也不是很长 为什么出不去 奇怪了 怎么 你看 地图上显示 隧道是南北走向的 指南针看到的却是东西走向 或许问题出在我们身上 你的意思是说 老天 开车道 鲜哥呢 鲜哥去哪儿了 什么东西 快跑啊 不能剩下的 回来 桃奕运 我是不会去的 什么情况 你们 王总 孟子 神经病 你们一群丧的孟子 申哥 哎 这儿是空的 等 等一下 等一下 作为一名专业保险业务员 我必须提醒大家 这里边有可能是我们 不想看到的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出口吗 我去 这里一定要吃的 赶紧找我 这好像是一个隧道的工程团 肚子好痛啊 感觉像走了好几天似的 是啊 我以前减肥的时候都没有感觉这么饿 我现在整个人都空了 什么情况啊这是 这里面的时间本来就很诡异 说给你几小时下当于外面几天呢 要是这样的话 有多少东西都不够吃 这些是真手吧 怎么看着像你之前说过的连环杀人犯呢 不可能吧 什么连环杀人犯 他在车上给我们讲的故事 那个专挑女人下手的变态 和这里的情景一模一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就是个故事啊 有这么巧的故事吗 你们记不记得之前的隧道 我们看见过的段纸 这不是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回去吧 等等 这工程图上显示有六条隧道 这房间 有通往下一条隧道的出口 这本日地部队 怎么都是同一天 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看见到 你还在哪儿 哪儿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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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玉玉哥 怎么又一条隧道 什么情况 你还记得马门说那个故事的结局吗 记不太清楚了 对了 他当时挺兴奋的 长得特别地自信 就像他妈的 他亲眼看到的一样 难道是他自己干的 这他那什么样 我的车 我们是又回来了吗 不像是吧 这场的门都是我的 这 放下 吃的 吃的还有个 吃马的 我车是我的 里面东西全是我的 什么你的我也有份 这是大家的 这不是你的车 你的车在上一条隧道的 小他妈跟我废话 都请给老子放下 不放 别把老子打死你 开枪 打死我 开枪 我他妈打死你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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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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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点 现在少一个人 对我们更不利 这个人活着 才是最危险的 你 过来 先把刀关 东西给老子放下 都离物远点啊 从现在开始 自谋生怒啊 要是再靠近我的话 把他们打死他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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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给我点吃的 没吃的了 时间不多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出去 你能想到什么办法 这应该就是这个隧道的工程图 虽然看不到出口 但是显示可以通往下一条隧道 要是到了第六个隧道 还没有办法出去的 这儿这么大 没找着就先饿死了 第六条隧道后面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之前的隧道发生了什么 你也看到了 这隧道里的时间 过得比外面快得多 就算把吃的都给你 你能撑多久 是钱哥 发现了这些食物 现在 现在钱哥无私地把这些吃的分配给大家 这哪是吃的呀 这分明是活下去的希望 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在食物吃完之前 我们要拼死一步 一定要找到出口 钱哥 您就在这儿休息 我们剩下的六个人 分成两组 唐信云 小夕跟我一组 陈家 你带乌鱼舟舟往另一个方向 一旦发现出口 立刻敲铁管会合 来 加油 好 出发 我要跟猪猪在一起 钱哥 我先去了 你能为了卖点力啊 咱们可都快死了 反正也快死了 我倒情愿把这点力气 留在别的地方 你给我了 你给我了 你给我飞翼族 你是早有守备吧 装什么呀 老钱能摸我就不能摸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也就值一包方便面的钱 贱人 你再说一遍 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老钱杀了你 王八蛋 浅哥 浅哥别去 吃的还在咱们这儿 他会回来的 我先去吃的 王八蛋 你再吃的 尝尝 吧 我好饿啊 你真可爱 你真可爱 好 craftsman 就给我 雪 舔 快 他 别跑 别跑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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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来 别 不出来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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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定 就是房间里那个变态杀人魔在搞鬼 想要把我们困在隧道里 一个一个全部杀掉 快 救我 快救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老前夫 老前夫要杀我 大全 冷静 以为是梦 你为了一口吃的 竟然把老前杀了 不是我 是老前要杀我 一定是你 是你去吃老前杀我的 明明是你偷吃的时候被老前发现了 那你刚才跟老前在干嘛 你敢不敢告诉大家 就是他 明明就是他 不是我 你们不知道 这个隧道里 除了我们 还有别人 别人 别人在哪儿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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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我们怎么又回来了 这挂里后边也有一出口 这不是那房间 上一个房间五只手 而这里五个端只 都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是不是意味着 还有一个是坏者 而且 没根手指上还都有一枚戒指 你为他只条结果婚的女人下手 救命啊 救命啊 喂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还关心这个 赶紧走吧 这个隧道怎么这么湿啊 好饿啊 好热啊 去他 一定不去他 一定不去他 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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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用 我会这样 有点日子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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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儿吧 离开这儿 可是我们怎么离开这儿 我们男人醉不了了 知道吗 我们全都得喝死在这儿 全都得死 文哥 我这儿有饼干 你先吃一块吧 好 给我一块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你再给我一块 对不起 我不吃 我肚子里的宝宝也要吃 你再给我一块 我求你 不要 不要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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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这条隧道里 没有新的食物 我们要想活着出去 必须要团结 团结 对吗 所以食物要统一分配 拿来 你 你 还有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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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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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可以吃了吗 从现在开始 我说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我说谁吃谁就吃 我不说 谁也不许问 我看你吃的 那么多重愿 只要吃就吃 我吃吃了 鸡蛋转到头了 我们可以出去了 奇怪 这后面没有门 天啊 这个人很喜欢标本吧 他是很享受逆死生命的感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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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费劲了 我知道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出口了 申哥死后 我们找到了墙后面的门 老前死后我们发现了车下的入口 所以 所以你是说 只有死一个人 我们才能进入下一条隧道吗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作为团队的一员 不要总想着自己向团队要什么 而是要想着自己能给团队什么 现在实物不多了 为了能找到新的出口 我们需要有人为团队做出牺牲 文哥 文哥 我是你的人 是不是谁有枪你就是谁的人啊 你不是让老钱弄死我吗 老钱呢 说你爱我 我爱你 可是你现在连一包方便面都不知 别让我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给我点时间 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周周 想出去吗 那你说 你对团队的价值是什么 那你就是最没用的那一个 你有什么冲我来 让开 你疯了 不要再逼他 立嘴还没轮到你呢 他是个孩子 你冷静点 我们一定有其他方式解决问题 这什么 啊 你一进来你就一直在看这个 计时期归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或许 答案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 简报上的连环杀人犯 还有那个被解释的女人 她们都出现过在你说的故事里 你得仔细想想 那辆车去了哪里 你都看到了什么 我怎么想得起来 那个女人到底怎么样 别逼我 这儿我说了算 我不关心那个女人的死活 我只知道 再死一个人 我就可以找到下一个出口 我们现在找不到出口 这儿跟之前的隧道连接方式不一样 快手 那辆车到底开哪儿去了 快手 叔 你从哪儿听到这个故事 小把车上 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 要给我讲一个好玩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什么 我不敢说 因为讲故事的人 肯定就在我的中间 别动 把枪给我 你不想有人因为你而死吗 枪给我 快点 二 来 高尚那么急 你做个选择吧 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死 还是开枪的伞 四 二 一 别干了 伟大的母亲 你终于做了一件我宣伟的事情 你不要拒绕我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你怎么真的敢叫我 你不是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吗 看到这些戏 我还真想起来了 故事的结局就是 叫死 为何 干什么 还想救你妹妹 走 就是个无闷的男人吧 不许说 不许说 走 走 我说吧 你就是一个无能的男人 不许说 文哥 我上升啊 滚开 你这个疯女人 离我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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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像你这样的女人 还有什么活下去的价值 什么情况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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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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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我回来 我就回来 二 明明的杀了我 你们就能逃出去吗 连是个死寻魂 谁都跑不了 认识 灵 侠 侠 侠 啊 我 时间快来不及了 我去前面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西海山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啊 这枪已经没子弹了 关于隧道 你还知道什么 该说的我都已经 天气不错 带我出去 你一个人是走不出去的 那就带我进了 下一条隧道 时间不多了 再找到出口 一切都来不及了 说你爱我 不 妈妈对不起你 把你带到这么一个世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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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已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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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走不通了 跟我来 我 我 我不行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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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呢 你的孩子已经死了 没有 没有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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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前天下午3点25分 警方在临检时 发现一辆可疑车辆 驾驶员在逃避警方追捕时 在金台山过山隧道1.5公里处 发生车祸 头部重伤 当场昏迷 经过调查取证 可以初步断定 驾驶员张周 就是我们一直追查的 823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该案件到现在为止 确定的受害者有五名 作案方式 是将目标受害者绑架后 囚禁到一个隐秘的地方 慢慢地折磨至死 本榜物是鱼线吗 对 这也是凶手的作案习惯之一 他有钓鱼的爱好 这个就是他的鱼儿 这是第六名受害者赵新 从作案的时间来看 赵新很有可能还活着 我们需要尽快找到这个囚禁的地点 但是张周的脑部受损严重 很有可能陷入永久性昏迷 鉴于这种情况 我们决定和国内最好的脑神经研究机构 进行合作 昨天凌晨 一位脑神经研究机构的杰出心理治疗师 终于成功地进入了张周的意识 并发现了一些初步的线索 囚禁的地点就在南郊降水河附近的某处洞窟 但形势依然严峻 气象预报显示 由于大范围降雨 36小时之内 两岸所有的洞窟将全部被上扰的河水淹没 被绑架的受害人将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还要尽快在嫌疑犯的大脑当中 寻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李主任 下次实验什么时候开始 二十四小时之后 请在座的各位相信 陈家比在座的任何一位都要更焦急 更关心受害人的安危 受害人赵新 就是心理治疗师陈家的棋子 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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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母亲呢 是剧团的一名演员 据说私生活好像不太间谍 跟剧团的一个司机友一腿 他的父亲呢 是个小推销员 没什么本事 就喜欢钓鱼喝酒 而且喝多了 经常殴打他们母子 案发当天呢 连居先是听到了他们激烈的争吵 之后呢 他的母亲用刀捅死了他的父亲 然后自杀 剧团演员 推销员 你在他的内心世界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能看到他黑暗的几面 也能看到他努力向善 却归于失败的几面 张周本身的职业 是一名隧道工程师 而他也是在隧道里出的车祸 失去意识的 所以在他昏迷之后 才会在他的脑海中 建构一个隧道 作为意识混沌的象征性载体 这个意识中的隧道就是个死循环 我进入张周的大脑 最初的想法 是通过我的引导 把他代理这个死循环 恢复意识 可是等我进去之后才发现 这个死循环 他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我没有想到张周身上 会有这么多的分离人格 于是我通过 跟他身上不同的分离人格 进行沟通和试探 希望可以找到他藏人的线索 关键的关键 是要从众多的分离人格当中 找到那个真正实施犯罪的人格 只有这样 才可以找到答案 最初怀疑我身份的那个人格 是以工程师的形象出现 那是张周健康 理性的人格 也是他的社会性格 很显然 这个不是那个犯罪人格 我甚至希望通过他 走出四巡环 可惜没有成功 这个人格的消失 直接导致整个局面陷入混乱 第二个人格 是他暴力一面的人格投射 而且还有当年的母亲 肩负的影子 但是通过了解 我也发现这也不是实施犯罪的人格 这两个人格 是张周内心 对他的父亲和母亲的人格投射 是张周的超我人格 是以他理想中的母亲形象成现的 积极 阳光 孕育着希望 但是这个人格 最终没有压制住张周内心的黑暗 导致了这个人格的毁灭 还有最后两个人格 这应该代表的是张周的童年人格 自闭 周入 甚至有一些女性化的倾向 小的时候张周在数学和空间物理学方面 有很强的天赋 这跟我在他的仪式中发现的分离人格是一致的 至于那个最凶残的人格 可能根本不在车上 他一直藏在黑暗中 至于藏人的地点 你有什么思路 我们在他的车里发现了GPS定位系统 但是之前所有的记录全被删除了 以他作为工程师的职业习惯 我推测 这个残人地点 很有可能会有一组GPS定位坐标的形式 被他所记忆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在他意识当中 反复出现的那些数字 数字 一个坏消息 西向专家预测 今晚的降雨量会增大 河水上涨的速度 会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 时间不多了 控制情绪 千万不要和他做太多交流 不然你会被他影响 不然你会被他影响 我们现在有点赌路 所以我们有点赌道 接下来 可不得他 就去给他 更多换 他这样子 救了 就是说 他们都回来 他们都回来了 我们都回来了 我们都回来了 中文文字幕《The 好 张周 那个女人到底怎样了 她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关心那种女人 女人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只有死了才听话 我就想杀了她 可杀了之后呢 又觉得好无聊啊 妈妈的手才是世界上 最美丽最干净的 她不应该去接触那些血腥的 和肮脏的东西 否则 她就该遭到惩罚 还是我的小夕最好 从来都不会架迫我去做任何事情 在爸爸打我的时候 只有她来安慰我 妈妈把我一人丢在家里的时候 只有她随时陪我玩 可是她先被爸爸惨坏了 她说一个男孩子她不应该去玩这个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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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总是弄不好 那天 我本来是想把她当作礼物 亲手交给妈妈的 可是她却杀死了爸爸 我恨她 是她毁了这一切 是她毁了这一切 爸爸是个坏妈妈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你没死 小夕就是周周 周周就是小夕啊 你才是真正的犯罪人格 我没有犯罪 我没有犯罪 我是在对那些不好的女人实施惩罚 包括你的老婆 你童年时 看见你的母亲杀了你的父亲 因此你对成年女性的情感一直都特别矛盾 所以你才要折磨那些女人并且杀掉她们对吗 好棒啊 全都猜对了 不要再杀人了 周周 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你的本意对不对 我恨那些女人 她们都该死 欺骗自己的丈夫 抛弃自己的孩子 但是 我又很爱她们 她们都是我的妈妈 周周 我知道 我知道答案就在你那魔方里面 你给我 给我 周周 你要干什么周周 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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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了她并不存在 她只是你的幻觉她不存在 周周 我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对吗 我一直都听了他 可是我一点都不快乐 我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我不想害人 有人吗 有人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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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周 把地址给我 给我 快 快 来 来 快 来 快 来 啊 是幻觉 是幻觉 别骗自己了 这可都是你大脑里 一遍遍出现的画面 不 你不可能知道这些 潜入了我的世界 却暴露了你自己 不 不 不要受这些影响 别再否认了 大脑里的东西 是最真实的 他说 每个人心里都有最阴暗的地方 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他是谁 你是谁 我就是你呀 我不 我可比你真是多了 被你放出来的感觉 这些还真舒服 还真舒服 在这个死循环里走不出去的 是你呀 你恨他对我 恨就是恨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已 很好解决 很好解决 好了 就当是看一场戏 周周 这就是你最恨的那种坏女人 杀了她 那些肮脏的画面每天都在折磨我 你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和妻子 你情愿通过机器潜入我的大脑 也不愿意坐下来和我好好聊聊 除了那些机器 你还相信什么 我要的是一个有学有容的爱人 不是一个指挥工作的机器 不 周周 你的娃娃 我给你修好了 我要被这个女人的外表可骗了 杀了她呀 不 周周 不要活在这些过去的黑暗记忆中了 周周 杀了她 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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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出去 一定要把地址告诉他们 那你呢 你不会的 你已经杀了五个人 醒来也是个死 多杀一个 还多个垫背的 不用管我 赶紧走 黑暗无处不在 黑暗就在你的心里 你往哪儿走 走 不要再回到这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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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恶龙缠斗过久 自身已成为恶龙 您是深渊过久 深渊将回忆凝世 陷进去那么久 这么轻易就想摆脱我吗 很多人过得不快乐的原因 那是因为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我永远比你强大 你只能被我取代 你并不真实 你只是我黑暗的影子 敢消失的是你 不许昭夕 请把这段话拿给我张扶开 请把这段话拿给我张扶开 不许昭夕 请把这段话拿给我张扶开 陈家 你还记得 刻在这个戒指里的字幕里 我天天待着 不许昭夕 却好像忘记了 我和你之间的很多事情 可能就是这么当远了 所以 我想对你说 你 快 住手 月 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永远比你强大 你放了他好吗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张州不会喜欢 没有人会知道答案 时间来不及了 你老婆死定了 我得出去开始崭新的生活 做一个真实的陈家了 陈家可能遇到麻烦了 还没有从张州大脑里出来 这样的话张州是醒不过来的 那 把枪放下吧 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在仪式中死掉 在现实中也就真的死掉 你开枪又彻底完蛋了 知道吗 陈家 陈家 我想跟你说 如果能回到 我们相识的那一天 该多好 就算是核心 会吗 和阿蘋 也不得了 与你 这我摆到 在那么缘 来 你 边 你们 震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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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醒了 美与四十多 二十七番 五十五点三十八秒 东京一番一时了头 二十八番 五十七点六十八秒 那个女人在哪儿 相信我 第一名 二十五位 一千里 二十五点 二十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进你的心 和想象不一样 寂寞如初 寻找你曾经的模样 也许试过境迁 我们再不经意间改变 回忆又存 安静看你 转身离开 想念过往 在你的世界 我愿停止呼吸 找醒了踪迹 却不再清晰 爱你 我还是爱你 回忆 让我决定不放弃 走进你的心 遗暗无边无际 回忆着心弦落随道 隐藏着秘密 爱你 不是有熟悉的心 走进你的心 和想象不一样 静寂寞如初 寻找你曾经的模样 安静看你 转身离开 想念 过往 就这样 似你的世界 我愿停止呼吸